一年一度的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賽 12月2號將在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登場 今年同樣有多位國際好手 參與這場24小時的長馬盛會 像是拿下2017世界杯長馬冠軍的史川佳彥 這次是最初的一場400m跑車 所以我們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我們會有半個喜好和不安的感覺 我們會有後半勝負 我們會有結果會有效 我們會有好處的順利 來自中國的超馬教授趙紫玉 今年第四度參加 他在上街東吳超馬 跑出236.990公里 躲下男子組冠軍 總成績排名第二 雖然他認為跟實力堅強的歐美選手 仍有幾十公里差距 不過他抱著學習的態度 要把超馬精神帶回中國 這次來我估計 不一定能跑出我的最好成績 但是我會努力 我會去按照自己的目標 但是我想今年 這個東吳大學也下了很大的力氣 還是要爭取這個金標賽事 除了有來自十一個國家 四十二位國內外好手參賽外 還有來自馬來西亞的 南麻鬥士曾志龍 他上個月才剛在中國泉州 以九十一點一八公里 創下新紀錄 雖然上個月在中國已經 創新紀錄了 讓我更希望可以回到台灣 創新的世界紀錄 中興兄弟陳江和 提張志豪也出席賽前記者會 替曾志龍及其他選手加油打氣 希望各位 關心監督們的朋友們 還有你喜歡跑步的朋友們 來看一下這些職業的選手在跑步 真的很厲害 那也給他們一些鼓勵加油 2017動物超馬 還有兩千名跑者 將每一同超馬選手跑步 包括三十分鐘體驗賽 及五小時接力賽 BAMOS團隊 今年也有參加五小時接力賽 歡迎大家一起到場 為選手還有BAMOS加油 BAMOS加油